农民一郎 因缘际会 席剑十年 先后打败 念刘 傅田刘 鹿岛神道刘三大高手 再挑战柳生神炎 扶桑后竟晚被农民一郎 向扶桑第一高手柳生神炎发起挑战 高手之间的对决往往只在一招之间 正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 柳生神炎不出意外败在了农民一郎的剑下 而农民一郎击败柳生神炎后 不仅代替他成为了扶桑第一高手 还取其姓为柳生一剑 为了追求剑到巅峰 柳生一剑不远千里渡海而来 向中原武林发起了挑战 柳生一剑一剑在手腕封莫迪 即便遭遇数十高手的围攻 也依旧风轻云淡面不改色 在不足三个月的时间内 杀死了点仓和清城等几大门派 顶尖高手36名 中原武林可谓是颜面无存 对不起 他们误了 柳生一剑大失所望 这些中原的武林高手 实在是提不起他的半分兴趣 他的下一度目标 就是领导中原武林的四大门派 四大门派为了对付柳生一剑 专门聚集一处商量对策 武当掌门仓壁看出柳生一剑的厉害 认为会掀起一场新的武林浩劫 而自大的华山派掌门除马 以及泰山和昆仑三大掌门 却认为柳生一剑的对手 不过是中原二三流的派别 他们四大门派的任何一派 都有实力消灭柳生一剑 三大门派的掌门自视甚高 在没有和武当商量的前提下 竟然派出门人暗杀柳生一剑 柳生一剑纵横江湖 早就察觉出雨中的重重杀鸡 可这些四大门派的弟子 根本提不起柳生一剑的兴趣 甚至出剑都是对他的侮辱 于是他在宝剑没有出鞘的情况下 仅凭手中的剑鞘 便杀死了这些四派弟子 与此同时 武当派的苍松提出疑问 他认为扶桑剑道霸道非常 柳生一剑的剑气定然威猛无比 然而死在他手下的高手 为何只在眉心留下了浅浅的伤口 三大掌门虽有些难以置信 却还是检查起尸体的情况 发现果然如同苍松推测的那样 尸体的脑后有着巨大的伤口 显然是他们低估了柳生一剑 苍松剑状再次发言 表示柳生一剑达到了人间合一的境界 他们根本不是柳生一剑的对手 苍松的话音刚落 一只白鸽飞了进来 传来了暗杀柳生一剑失败的消息 暗杀行动的失败以及苍松的推测 终于引起了三大掌门的重视 他们经过深思熟虑 决定由中原第一高手 也就是武当派掌门苍帝 前去迎战柳生一剑 苍帝虽然将纯阳无极弓修炼到了登峰造极 太极剑法也能做到以游克刚 但是面对人间合一的柳生一剑 苍帝仍旧没有必胜的把握 为了维护中原武林的颜念 苍帝决定闭关一个月 研究对付柳生一剑的方法 而这一个月期间 则是由苍松主持武当大局 暂且成为武当派的代掌门 早就基于掌门之位的苍山 自是不服苍松的管教 立即站出质问起了苍松 苍松师弟 你凭什么做代掌门 因为掌门师兄令狱 苍山师兄 苍松成为了武当山的代掌门 让野心勃勃的苍山和苍丘两人 有了浓浓的危机感 他们抓来了苍松的昔日好友林百光 又要揭露苍松的真实身份 原来苍松进入武当之前 是专与官府作对的陆林大当 他的真实姓名叫做秦百川 苍松为救昔日的兄弟 只好向苍山两人妥协 那好 你把它放 我跟你回去向掌门师兄说清楚 你放心 我们不需要以下掌门师兄交代 被逼 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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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